哈马斯突袭 中东局部战争已爆发 从很大意义上来讲 打乱了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 现在美国的战略布局 必须要做一番调整 按美国以前的意思 中东那边最好安静一点 消停一点 别给我四海翻腾云水 怒五洲震荡风雷剂的 最好是什么事也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确实这一段时间来 想腾出手来 专心一意的 专心致志的对付中国 因为中国那边 确实是来自中国巨大的一个挑战 对美国的几个优势 确实产生了一个巨大的挑战 你看美国有几个优势 有四大优势 甚至五大优势 你看经济上的优势 它是第一大经济体 军事上优势 那不用说了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大军事强国 无人可出其用 还有一个是跟着经济优势有关的 金融优势 叫做美元霸权 还有一个是科技优势 总体上来讲的话 美国的科技还是在技术上 整体上还是领先的 尤其是在半导体芯片的设计方面 还有一个优势 就是什么呢 这个话语权优势 英文媒体的话语权优势 现在美国是占据主导的地位 但是这几大优势呢 这些年来一直被这个中国那边 在蚕食 你看经济优势呢 美国是第一大经济体 这个中国啊 现在变成第二大经济体了 紧追着美国 那美国的GDP 25万亿 中国的GDP 18万亿 世界上能够啊 这个GDP超过10万亿的 就是两个国家 一个是美国 一个是中国 那么在金融优势这方面呢 美元的霸权优势啊 依然是啊 这个相当的稳固啊 但是呢 要看趋势啊 因为现在啊 这个人民币结算呢 作为储备外汇 作为计价外汇 作为这个结算外汇啊 人民币的占比 现在虽然还是很低 但是看趋势来讲的话呢 啊 它有上升的趋势 那人民币有上升的趋势的话 那必然会挤压美元的这种啊 这个占比 那么在科技优势方面的话呢 中国那边也是一军突起 尤其是啊 前段时间 这个中国的华为 出了新款的手机 哎呀 美国的这些科学家们啊 拆开了一看 啊 华为用的那个手机里边的芯片 居然是7纳米的 这是怎么做到了 现在还是个谜 啊 百思不得其解啊 按照以前美国的这个 啊 科科技啊 这个领域的人啊 他们来判断的话呢 啊 按照中国现在的这种啊 技术手段 技术设备啊 啊 充气量也只能做到最好啊 14纳米的 他怎么能够做到7纳米的话呢 啊 这真是啊 这个这个啊 找不出答案来 另外在科技方面的话呢 中国已经在有些领域哈 这个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啊 已经是啊 这个占领了这个高地啊 一个是这个叫什么太阳能的这个光速面板啊 这个技术呢 呃中国是领先了 还有一个是什么5G 5.5G 对吧 还有一个呢啊 是这个啊 电动车的叫做新能源车的这个动力电池 你看现在这个技术啊 这个关键技术啊 是把持在中国人的手里头 那这就是科技优势方面呢 啊 中国那边已经一军突起已经跃跃欲试了 那在军事优势方面的话呢啊 美国本来想呢 这个是遥遥领先啊 这个根本啊就没有把这个第二位啊 看在什么原因里 因为什么啊 这个军事强国的啊 第一啊 和这个第二啊 这个距离拉得很大 但是呢 没成想啊 这些年中国在军事方面呢 也是啊 这个一步一步的赶上来了 你看这个美国是核武大国嘛 五个常任旅事国都是核武大国呀 啊 这个美国当然也是啊 其中之一 但是中国不是也有核武吗 中国除了有核武之外啊 而且啊 最最让美国这个放心不下的 就是中国有这个超高音速导弹 哎呀 中国有了超高音速导弹 俄罗斯也有这个超高音速导弹 但是美国的超高音速导弹呢 现在还在研制之中 你说这一点啊 不是已经啊 落后中国呢 你在这个军事强国方面的话 你在这个某些领域落后中国 这像什么话呀 而且呢 美国的专家也说 像中国现在的这种造舰能力啊 是美国的多少多少倍 所以呢 在这方面啊 非常的着急 但是着急也没有办法啊 中国啊那就是啊 在这方面啊 蹭蹭蹭的就往上跃进啊 所以呢 中国的这个军事力量提升上来之后的话呢 也是对美国的这个第一军事强国造成了相当大的这个压力 那至于话语权优势的话呢 当然现在英文媒体的这个什么CNA呢 华尔街日报啊 什么纽约时报 这个还是占据这个英文媒体的这个主流的啊 这个阵地 但是呢 中国那边啊 也不恍多让啊 他一直在讲的中国的故事啊 那如果中国故事讲不好的话 为什么那么多人啊 受到中国的吸引 你看啊 金砖又扩原 完了现在一带一路啊 又吸引了143个国家 还有30多个国际这个组织啊 国际团体啊 都去共襄胜举 啊 为什么都去啊 不是去捧场的 他们是听了很好的中国的故事啊 受吸引啊 啊 他们才过去的 所以啊 这是一只叫什么 无形的手 你看这个现代经济学家的这个鼻祖啊 亚当斯密啊 写过一本书叫做《国富论》 他在《国富论》里边啊 就说过一句话 说这个市场啊 是一只无形的手 它这个操纵的一切 而且这个操纵一切的这个无形的手呢 不是说任何其他的力量啊 能够轻易左右的 能够轻易改变的 这个亚当斯密 他是个经济学家 他只看到了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 那么现在咱们说 比那个市场那只无形的手 力量更大的啊 应该是天意啊 有这个宗教信仰的朋友啊 可以理解成啊 那是神的力量 那是神的那只手啊 如果是无神论者的朋友们呢 可以理解成啊 那是老天爷的那只无形的手 哎呀 老天爷那只无形的手 如果说拨弄一下的话呢 这个世上的人呢 你不服都不行 必须要跟着这个天意来走 你要说老天爷 这个无形的手啊 这个起了多少次作用的话呢 很多次啊 这个现在呢 不止一次 你看这个最近的上一次 2001年出了这个911啊 911这个恐怖袭击事件 在那个之前呢 那是这个美国总统啊 小布什刚上台不久 他刚选赢了不久啊 那个时候啊 他就想拉开架势啊 要跟中国死磕啊 那个架势已经拉开了 马上就要这个有这种实质性的具体的动作了 但是呢 这个恐怖袭击事件一爆发 这个老天爷就提醒美国 哎呀 中国不是你的仇家啊 你的仇家是另有欺人啊 你这种集中力量去对付中国的这个做法啊 现在老天爷那只无形的手啊 要给你拨弄一下 要调整一下 你看2001年 到特朗普上台将近20年 这个20年之间的话呢 中国就得到了非常难得的这个发展机会 因为什么呢 美国被两场战争拴住了 一个是阿富汗战争 一个是伊拉克战争 在美国的这个角度来看呢 这个伊拉克战争 阿富汗战争啊 都是反恐战争 但是呢 陷进了这个所谓的反恐战争 那个泥潭当中啊 这个一个是18年 一个是20年 当时的这个特朗普啊 上台之后不久啊 他就要改变这个战争 要从这个战争泥潭里边 赶紧撤出身子来啊 拔出这个脚来啊 所以呢 2020年的年初 对不对 2020年 那个全年呢 开始这个疫情爆发嘛 在那个疫情爆发之前 这个美国干了一件什么事呢 把这个伊朗的高级军事指挥官 苏莱曼尼就给这个杀死了 紧接着的话呢 当然在这个之前已经开始了 就跟这个阿富汗的塔利班呢 就要谈判 就要从阿富汗撤军 但是2021年呢 这个拜登啊 上台之后呢 他是延续了特朗普的这个 这个这个策略啊 就是啊 这个从阿富汗撤军了 但是他从阿富汗撤军的时候 撤了一个狼狼狈逃窜 不过呢 那个结局啊 并不是特朗普的问题 那个确实是拜登的问题 一个是呢 要从中东那边啊 这个啊 腾出手来啊 专门上对付中国 在这个之前呢 特朗普实际上呢 已经啊 按照美国的这个战略家的啊 那种布局啊 已经在动作了 在这个之前的话 我们都还记得 已经啊 这个啊 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已经开打了 就是美国这边 抢先啊 这个对中国的这个产品呢 这个加征高关税 除了贸易战的话 还有科技战呢 还有外交战呢 还有军事的这种啊 这个这个啊 经常的这种挑衅和骚扰啊 所以一切的一切 这个大目标啊 都是要啊 这个集中力量对付中国 而且这个大目标的这种执着啊 甚至啊 这个俄乌战争啊 都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那么现在呢 这个局势有点变啊 这个局势变化的话 还是由于中东的局部战争啊 引起来的 那美国在这方面的话呢 必然啊 要调整一下战略 那也就是说呢 没有太多的啊 这个多余的这个精力啊 啊 对付中国了 那美国在这方面的 这个啊 战略的调整的话呢 也必然啊 会给中国留出更多的 这种啊 这个发展的空间和时间 所以不管怎么说啊 还是按照天意走啊 这个老天爷在明里案里啊 都给我们啊 一些这个点拨和指点啊 就是美国的仇家啊 不是中国中国也不是你的敌人啊 对吧啊 你这一门心思对付中国的话呢 确实不符合道理 所以你这个该着急上火的地方啊 不是在中国啊 而是在中东 儿子 啊 哦 咱 They own 啊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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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